这边来看一下两队的第二局上半场 军工厂博弈老师这边是 只能说是被迫拿出了守夜人 这个守夜人呢 就是在BP环节吃亏的一个结果了 你就想 先知你都放了 你想打什么 对不对 那肯定是不怕先知的监管者 然后最后你拿了一个 其实蛮怕先知的单刀型监管者 就从结果来看的话 就BP被玩爆了 上来这边抓先知 抓先知你别说 这先知有昆虫的辅助 有空军的辅助 自闭这边遛好了 能多吸一只鸟 前期牵制队友辅助一下 密码机够 后面如果再能补出一只鸟 就四人开门战争三跑 又是一个守夜人坐牢局 真蛮坐牢的 这个就看这边队友给不给力了 这边队友如果说昆虫和空军 都能够给到力 我觉得这把 一刀你要给上 博弈老师机会不大 小镜头再看空军 导播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先知 空军动了一下 又回去修机了 又动了一下 好空军这边过来给枪了 可以 空军这边卡一个点 准备交枪给你压力 你翻过来就是一枪 翻过来可能就是一枪 这边昆虫也来了 哇 这手交 这一枪打在了什么上面 这一枪他不会打在昆虫上面吧 枪能够打在虫群上面的吗 还有这种卧龙凤雏的配合啊 那这一枪跟这个虫 真属于是负负得阵了 但其实也还行啊 因为这个牵制大家可以看到 一分五十多秒了 已经一分五十多秒了 外面的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已经接近三台了 对于穷者来讲呢 就是大副就一波 然后看看先知能不能吸出鸟 能吸出鸟 四人开门战 吸不出鸟 三人开门战也是保平 因为博弈老师他这边是没有带底牌的 这啊 我是头一次见到 哎 有没有观众已经见到过这种卧龙凤雏的配合的 这个这这这真的 我觉得可能他们选手这边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配合 排位见过 我是第一次见 还行吧 还能再救一波人 下一波的话看怎么救 然后看 因为下一波救人的应该是这边 因为大副这波是无伤救人的 大副的话这边过来再救一波人 帮忙扛刀保鲜之吸出鸟 四人开门战的面还是有啊 四人开门战的面还是有的 这里就看博弈老师怎么来守了 或者说他怎么逼救啊 这边我们看一下那个53的这台机子 什么时候开始动 其实我觉得这边只要稍微拖一拖时间 等到53的这台机子开始动了 好开始动了 那基本上就四人开门战了 因为这大副是个买雪 吃一刀救人 对吧 吃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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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三人开门战争两个吧 保个屏啊 保个屏这边 反正你也没有底牌对不对 这不是谁怕你 吃一刀把密码机亮了 这边把大副救了 对不对 我昆虫这边甚至对吧 找个人贴门我昆虫还可以干嘛呢 我 现在应该站到机子旁边的 密码机点亮 看画画这边 一波风躲掉 好 再翻这个窗 加速过来一刀倒地 昆虫点门 大副压中场 大副这边有怀表 草哥 这把的震慑嘛 那只能说是被博弈老师抓到了 博弈老师在防守端的这个震慑 昨天连续两个震慑 起跳赶过去来不及了 平局 蛮可惜的 因为这个局其实我们上天照看的很清楚 那波就吃一刀 把人救下来 就是一个四人开门站了 但没想到 怎么说呢 想留块怀表 早知道把这块怀表交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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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